贾余婷刚才回答挺好 我是这么看 推翻了三座大山 把这个地主斗死了 农民不一定富起来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这么担心过 哎呀微软啊 Oraco IBM 抢占了资源 使得我们没有晶片 其实微软 IBM和Oraco这样的公司 面临的挑战依然是非常大 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还大 对阿里巴巴也一样 刚才那个云敏鸿讲 这个我们这些公司 十年内可能在 一百年内肯定不在 这个教育会在 新东方会在 这里面犯了两个逻辑错误 第一个逻辑错误呢 十年以内我们未必在 可能三年内就不在了 现在哪一个互联网公司 真正能红三年的 很难 第二个教育在 新东方位都会在 这是两码 两码事情 教育不等于新东方 但是教育肯定会在 人类社会上有两个行业 是永远活得很长 一个是宗教 一个是教育 很重要一点 他们是坚信 有敬畏 也有感恩 也就是所谓的 真正的信仰的力量 和信念的力量 所以我那是最后一个讲 最后一个讲 其实最大的悲剧 就是前面的人讲得太好 全讲光了 没东西可讲 其实做的最后一个人 最希望前面讲得烂一点 这样我稍微讲得好一点 就过去了 但前面都讲得很 我觉得大家都讲得特别好 更可怕的是 大家还讲得特别认真 这个所以呢 我自己觉得 可能是很难讲好 但我的题目呢 是这个想象力 是为了社会 最大的动力之一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 自己做得很好了 其实是想象力不够 有时候我们觉得 自己做得很烂了 也是想象力不够 别人讲得很好 你觉得不能超越它 其实还是想象力不够 BAT大家都觉得 它相当的了不起 但是你的想象力不够 我估计也就两三年 格局就会变化 过个四五年 我们这些企业 是否还会在那儿 我觉得这些 都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每一天 鲁铝薄冰 所有做传统企业的人 都觉得 哎呀 互联网企业 真的日子很好过 其实互联网企业 不好过 而且相当的难过 企业越大越难过 所有的企业 小企业最好做 做大了都难过 互联网企业 尤其难做 至少我讲实话 我如履薄冰 每一天就像过一年 一样难过 每一年过十五年 这样的压力 要不 我不会这个样子 这个大家觉得我们 好像短短的十几年内 把企业做成了 这样的规模 这样的市值 其实并不短短 这十五年 在我看来 我的内心就像过了四五十年一样 每一天非常的艰难 所以如果让我重新选择 下一辈子还做企业 我一定不会做成这个样子 一定不会做成这样的规模 一定不会做成这样的影响力 一定不会把这个企业做成上市 这也是实话 其实我们每个人 在未来的世界 最重要的不是你做得多大 不在于你做 而是在于做得多好 其实长和好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你要想做得长 你的做法是不一样 你要做得好 你的做法也不一样 有时候活得长 未必活得好 活得好 未必活得长 又要活得长 又要活得好 那是非常难的 你要活得长 你要少动 像乌龟是活得很长 它不太动 你要活得好 那你要经常动 蜡烛要烧得亮 那就烧得时间短一点 你要烧得长 那就一定不亮 两个任何东西 不能只对立起来 所以我自己要不断的 我们在不断的思考 如果重新来过 我们会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谈的是十年 我不善于谈十年的事情 更何况大家已经这么多聪明的人 这么多能干的人 把十年已经讲得很透 我跟广昌不一样 广昌说他能判断未来三年 他不知道未来十年 我能判断未来二十到三十年 但不能判断明天 因为三十年我判断了 反正你们也不一定知道 我也肯定不一定在 你们也不在了 化鬼容易化人难 做一样 你对未来你怎么想都是对的 反正大家也不知道 没法证明 但是明天的事情 你很快就能证明住 所以我其实这么觉得 假设我们没有对 二十年和三十年 形式的判断 你是很难做 两年和三年形式的判断 如果你这两三年做对了 未必二三十年是对 但二三十年 你看基本上 大局判断清楚了 那么这两三年 做的事情 不会相差太遥远 所以我花时间 很多时间胡思乱想 我从来没有觉得 什么东西不可以想 你只要敢想 才会有未来 刚开始做阿里巴巴的时候 别人认为 说阿里巴巴如果 我记得哪一个很大的媒体 登了一个标题 说如果阿里巴巴 这样的企业会成功 无非就是要把一个万灯轮 把它抬到喜马拉雅山上去 很多同事来找我 他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说我们就把它抬上去试试看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相信忽悠和那个的差别是什么 忽悠是自己不相信 让别人相信 其实我们这些人是自己相信 你相信并不重要 对不对 所以我自己这么看呢 对阿里巴巴来讲 未来三十年 看清楚 未来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这个社会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说今天这么做 十年以后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 二十年以后一定这样的问题 那么你今天开始做 坚定不移这个方向 那时候问题出来的时候 你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未来的战略 我是觉得 你解决的社会问题越大 你所得到的回报会越大 你的企业也会越大 我是这么判断未来 根据今天我们再看 济南这么大的雾霾 中国有这么大的雾霾 和环境的污染 毫无疑问 十年二十年以后 中国的健康问题 就会打成问题 那么今天 如果你开始 以不同的方式 投入到健康 慢慢的做 就有机会 导致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是这么看 像做企业 切记是今天做 明天收成 天下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说你今天做下去 明天就会成功 我们公司内部 做任何决定 都问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宣布这件事情 十年以后会不会成功 如果十年以后会成功 我们就干 如果今天做这件事情 下个月就成就有可能成功 这件事情一定不属于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钱 没有资源 没有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中间窜出一个人 中间拿去 因为今天做 做企业很辛苦 跟农民也差不了多少 你要做下去 然后等待时间 每天的维护 每天的运营 才有可能去未来 所以我自己觉得 永远要判断 今天任何国家的政策 任何企业的政策 任何社会上出现的问题 长远要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这个结果是负的 我应该做 什么样的行动 你也要来尝一口吗 呢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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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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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來藏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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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靠近 哈 哈 一種東西 走過你身邊 心跳的慌亂 手不知放在那邊 你安靜的側臉 陽光的感覺 暖暖讓人喜歡 巧克力的鐵盒裡面 你輕輕放我手裡邊 喜歡這朦朦的感覺 好像耳邊說著名語體驗 多一點點勇敢 愛就會看見 多一點點勇敢 愛會更浪漫 Oh yeah Amazing Keep keep close to me 一點點的想念 Keep keep look at me 一點點的慌亂 Keep keep close to me 一點點的浪漫 有你每天都是今天 走過你身邊 心跳的慌亂 手不知放在那邊 你安靜的側臉 陽光的感覺 暖暖讓人喜歡 巧克力的鐵盒裡面 你輕輕放我手裡邊 喜歡這朦朧的感覺 好像耳邊說著名語體驗 多一點點勇敢 多一點點勇敢 愛就會更見 Oh yeah 多一點點勇敢 愛會更浪漫 Oh yeah Amazing Keep keep close to me 一點點的想念 Keep keep look at me 一點點的fall by Keep keep close to me 一點點的浪漫 有你每天都是晴天 Keep keep close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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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點點勇敢 愛都會看見 Oh yeah 多一點點勇敢 愛會更浪漫 Oh yeah Amazing Keep keep close to me 一點點的想念 Keep keep look at me 一點點的fall by Keep keep close to me 一點點的浪漫 有你每天都是晴天 Oh yeah Stop You cause me K đ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